最新公布的中国贸易数据显示。今年1-11月中国进出口总值35.39亿元人民币。对比2019年同期增长24%,出口为19.58亿。 比2019年同期增长25.8%,进口15.81亿。比2019年增长21.8%,期内贸易顺差为3.77万亿元。 同比增长20.1%。数据可以说明全球经历2020年疫情打击之后。在2021年逐渐寻回经济动能。而从这段时间各产业的分项看来。 汽车产业或许是未来中国经济的一大增长动能。今年1-11月,国内汽车,包括底盘,的出口额同比增长108.4%,而同期进口只增加14%。以上数据显示,国内汽车产业在全球市场的份额有进一步提升。 如果情况继续,下年度汽车股可能迎来一个更大的爆发。随着全球投资者更关注环保主题。新能源汽车股粉会是首选。 其中不者对小鹏汽车09868和理想汽车02015未来的爆发力更为期待。 特别是两者公布了今年11月的交付记录之后。 小鹏汽车在2021年初截至11月30日交付了82,155辆智能车。 同比增长285%,理想汽车在今年11月交付了13,485辆理想温。 同比增长190.2%。 而2021年前11个月,理想温交付量达76,404辆。 要知道供应链问题是今年一众车厂的大挑战。 特别是对这二家新能源车初创来说。 保持良好的出货进度才是他们步向成功的最大关键。 所以从以上数据可以见到,两者绝对有能力应对当前的供应链问题。 另外一个赞责两者最大的有因就是股价对比新能源车龙头的比亚迪0.1211有所落后。 年初到现在比亚迪股价已经涨了44%。 反观小鹏和理想在美股同期分别指示录得0.07%增长和0.05%跌幅。 所以不者认为在两者的产量有所增长下。 未来一年两者股价的增长潜能会更大。 不过,在现阶段两者面对的最大风险就是很可能要从美股退市。 所以在这问题下,建议大家以一个慢慢收集的形式,当两者股价在每一次录得比较大下跌的时候,就慢慢收集松而减低自己的风险。 不过,在现阶段两者股价在每一次录得比较大下跌。